因應二物戰爭延燒 還有中國對臺威脅 也讓防衛國安的議題是備受關注 有民間所發起的黑熊學院 就舉辦了涵蓋了軍事 認知作戰和緊急救護的基礎營課程 希望可以補足民房量能 也吸引了不少民眾報名參加 嘗試幫夥伴包扎傷口 每個步驟都得認真學習 黑熊學院舉行了民房的基礎訓練營 內容涵蓋基礎救護 軍事科普 認知作戰和避難準備等相關層面 當然是希望不要啦 但是如果說真的事情發生的話 那至少我可以為我的周遭的人們 做一些什麼 我們是提供給國人的第一堂 全民防衛的基礎課程 戰爭真正的形貌 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一方面打行李戰 同時也派出軍隊 你不可能只有軍事抵禦 在那個經濟安全上面 或是說金融安全上面 毫無準備 為了強化全民意識 黑熊學院未來還將會開設 勤搜 無人機操作等課程 因為受烏二戰爭影響 又加上美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訪台之後 中國對臺文攻武嚇 鎖台實彈軍演 加深的國防關注度 而臺灣持續的向美國採購新型的 武器系統 傳出已經有多項軍告案 進入到美國的行政審查程序 其實我們從國土防衛的角度來看 我們需要的正式一種 可以盡可能包含不同作戰場域 以及多層次的防禦能力 敵軍的集結點 或者是可能重要的機場 北大戰這一類的高價值目標進行攻擊 或者甚至到海灘 對方準備登陸的時候 這一些比較脆弱的節點 上面進行打擊 一層一層的降低敵人戰地 然後一直到最後挫敗對方的入侵的意圖 要想守護國家安全 專家認為除了軍事 國防多層次手段 還要結合民間 有效分工 強化任性 因應潛在的國安危機 據團軍謝啟文 特別報導